一束束髮絲直直往上飛 儼然成了好幾顆人體海膽 這些來到新疆吐魯番的遊客 在沙漠遊玩到一半 要下山時突然頭髮樹立 嚇傻所有人 直到跳上車逃離現場兩三公里 才終於恢復正常 宛如黑色刺猬或天線寶寶的恐怖場景 原來是因為在空曠草原或沙漠上 一旦頭頂上的雲帶電 人體就成了最高點 成為閃電最容易擊中的標靶 頭髮也開始產生靜電效應 專家表示一旦發生這種現象 應該立刻蹲下找尋遮蔽物 若附近有車輛停放 也可盡速進入車內躲避 只能說大自然武器不有 千萬別自作聰明和未知力量對抗 出油前也得做足功課 避免成了一顆顆海膽卻束手無策 入夜 起床 進入車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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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